何文田街一棟堂樓發生懷疑女傭監守制度的案件 星期三下午,一個印尼女傭突然向女戶主報稱 不知道有賊進入位於頂樓的單位,叫開主人房內的隔曼 女戶主於是報警,警方到場調查,證實失去一批手式銅手錶,總值140萬元 印傭接受警方問話時話,一直都在屋內,對賊人何時還進入屋,都聲稱存不知情 警方對印傭的口供存疑,不排除另有內情,已經將他帶返警處作進一步調查 ONTV東方電視新聞台報導